接着咱们再往后来看20年的一道计算题目 还是从后往前看 说涂料的消费税税率是4% 要求回答这么几个问题 计算业务一假公司应该缴的消费税 业务二的消费税 业务三以厂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还有说明业务四假公司是否应该缴纳消费税 如果要交那算一算要交多少 好来分析一下 说假涂料生产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二年七月发生以下业务 五日以直接收款方式销售涂料 取得不含税销售额350万 然后以预收货款方式销售涂料 取得不含税销售额200万 本月已经发出销售涂料的80% 一看就知道了 这又是在考察我们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规定 是吧 一看直接收款方式销售 那这个收了钱就一定计税 因为直接收款方式通常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或者说我收了钱我给你提货单 你想什么时候提什么时候提是吧 你可能晚几天来提 那个也没有关系 反正只要我这收了钱 我就要这个计税了 所以这350万这个图料肯定是要计税的 而预收货款方式销售呢 注意啊 收到预收款的时候 钱你还没有赚到 它相当于是一个负债对吧 那这时候不计税 什么时候发货 什么时候产生纳税义务 那这呢 你只发了一部分 那就只有发货的那部分 你才产生纳税义务 也就是说你预收了200万 但是只发出了80% 那就只有这个80%部分产生了纳税义务 这个160万要计税 什么时候你把剩下的那个20%去给发了 那个剩下的20%的那个货款 你再去计税去 所以业务一 咱们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啊 给它准确判定了之后 销售额就有了 拿这个销售额去乘上咱们涂料的这个消费税税率 4% 就是业务一应该交的消费税 接着再来看业务二 说12日赠送给某医院20桶涂料 用于病房装修 另外将100桶涂料用于换取其他厂家的原材料 当月该涂料的不含税平均售价是500亿桶 最高不含税售价是540亿桶 那首先我们看到用途之后 先来判定一下它要不要计税 用于赠送用于交换 这都属于视同销售是吧 咱说了自产自用的消费品 只有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它是不需要计税的 你用于别的用途通通要视同销售计税 所以这要计税的 然后再看计税到底拿什么来计 有自己同类价用同类价 没同类价去组价 而这有同类价 那同类价里咱到底用平均价还是最高价呢 还是得看用途是吧 换底头要用最高价 这正好有一个交换 交换这个要用最高价 也就是100桶涂料 换取别人的原材料 咱要用最高价540一桶来计税 而另外赠送的那个20桶 那个就要用平均价了 它不是换底头 那它就用平均价计税 所以这两块的销售额都有了 咱们再去乘上这个涂料的消费税税率4% 就是业务二应该缴纳的这个消费税 接着再来看业务三 说15日委托某涂料厂以加工涂料 双方在加工合同中约定 有甲提供原材料 材料成本是80万 仪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著名加工费10万 含带电的辅料费用1万 增值税1.3万 以至仪厂无同类产品对外销售 还是一样看到委托加工业务 咱们先要看一看 它是不是真的委托 也就是这儿呢 我们是委托乙来加工涂料 也就是甲委托乙来加工涂料 那这个委托方甲它提供了原料 这个没问题 一定要委托方提供原料主要材料才行 受托方呢 加工电辅料收加工费 这个是没问题的 是真的委托加工 那我们要搞清楚身份 甲是委托方 乙是受托方 那乙呢 并没有说是个人个体 所以这儿乙应该代收代缴消费税 代收代缴完之后 要交到乙所代理的这个税务 好 代收代缴的时候 优先用的是乙的同类价 那没有的话 咱们就组价来寄 好 这说乙厂无同类产品对外销售 就是没有同类价咯 那咱就用组价好了 组价工事 还是那个老生常谈 就是材料成本 加上加工费 付上一减消费税税率 所以套工事吧 就是材料成本 是委托方提供的原料 主要材料的实际成本 注意它是含运费 但是不含允许抵扣的增值税的 不过这些题目里 咱们都是非常简单 直接给你成本数字了 那就直接拿过来套用好了 越简单越好是吧 然后加工费 是含辅料费的 但是不含增值税 所以直接要识就行了 然后接着除上 一减消费税税率4% 好 组价有了 再去乘上4%的消费税率 这就是仪厂应该 代收代缴的这个消费税 那接着再看第四个 说28日收回委托仪厂加工的涂料 并且于本月售出80% 取得不含税销售额85万 也就是说 仪厂已经给我们 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那全部收回来以后呢 我卖掉了一部分 注意啊 不是全卖了 是卖了80%的部分 卖了85万 那请问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要考虑 受托方已经代收代缴了消费税 收回来再卖 如果是没有加价 是直接销售 那就是不用再计税了 但如果是加价销售 还要计税 但是你计了税以后呢 你还要再去把前头 对应着已经交过的税 给他扣了 是吧 相当于加价部分 又去交了一个税 好 那在这儿 我80%的这个收回的涂料 又卖了85万 到底我加没加价呀 这得比一比 比的时候拿谁跟谁比呢 注意啊 是拿85 跟那个当初以代收代缴 是一块依据的80%去比 也就是跟组价的80%去比 那咱们一比呢 发现确实是加价了 因为它比组价的80%要大 是吧 好 那这时候 我们就按照这个 你再次销售的这个价格 去计税好了 用85乘上4%基于税 但是呢 要减掉前边 这个对应的部分 已经代收代缴过的税块 那原来已经代收代缴过多少了 你可以这样算 你可以减去组价 乘上80% 再乘上4% 你卖掉的这80%部分 以前是交过这么多税的 或者呢 你直接减去 代收代缴 消费税 它的80% 一样的结果 好 这两个都行 好 这就是我们收回来以后 再卖的这个处理 那这样所有的资料 我们都处理完了 再对着答案 看一看它的主要考点吧 首先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这事儿 确实是容易考到题目 是吧 你看好几个题目里都有它 所以不管增值税 还是消费税 纳税义务这事儿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你要把每一种情形都给它记住了 另外就是 万底投最高价计税这事儿 也是重中之重 经常考 好 接着就是 代收代缴消费税 咱们这个组价公式 出境率也是非常之高的 是吧 一般的公式 材料成本加上加工费 除上一减消费税率 如果是卷烟白酒的组价公式 分子上还要加上这个从量税 都要熟悉 再有就是 我收回来应该怎么办 收回来 你再去销售的时候 咱们这儿有一个 就是比价的过程 你要比一比 有没有加价 加价销售要继税 并且扣税 然后收回来 如果你又用于连续生产了呢 如果收回来的 这个委托加工的 已税消费品 又用于连续生产 规定的消费品了 咱其实还有扣税规定 对吧 扣税的时候 是用多少扣多少 委托加工收回的 如果你全用来去连续生产了 那么这块呢 咱们这个相用的 原来代收代缴国的税块 有可能都能全抵掉 要看情况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个 19年的计算题 还是从后往前看 先来看资料 说A类B类卷烟 它都是甲类卷烟 甲类卷烟的增值市税率13% 消费市税率是56% 加上每箱150 烟丝的消费市税率是30% 进口烟丝的关税税率10% 以上销售额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 这里面说明涉及到了进口业务 以及甲类卷烟的这个销售 要求回答以下问题 业务一应该交的消费税 业务二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业务三的消费税 然后还要计算甲场国内销售卷烟 应该缴纳的消费税 还有一场应该补缴的消费税 说明甲场未代收代缴消费税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又跟那个委托加工有关系了 好那来具体分析一下吧 首先说甲卷烟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二年五月发生以下业务 第一个采用分期收款方式 销售A类卷烟180箱 销售额是650万 合同规定当月应收取价款的70% 实际收到了40% 另外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了B类卷烟80箱 销售额是380万 注意这既卖了A类卷烟又卖了B类卷烟 但是A类和B类它们都是甲类卷烟 所以用的这个比例税率都是56% 另外还有这个订额税 好那接着来分析一下吧 这考察的还是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一看到奢销分期收款这样的字样 马上想到我们要按书面合同规定 来确认纳税义务 所以合同规定应该收价款的70% 那哪怕你实际没有收到或实际收的比它少 这个咱们也是要按照合同来计税的 所以你卖的这180箱的A类卷烟 650万的销售额 它只有70%产生纳税义务需要计税 并且在这注意 卷烟是负荷即征的 既有从价税又有从量税 那是不是价和量这咱们都得乘上70%啊 没错的啊 都只有70%的部分要计税 并且这呢 这个A类卷烟和B类卷烟 它们都是属于这个甲类 那是不是A类卷烟和B类卷烟 从价从量税咱们可以算一块啊 当然可以啊 然后A类卷烟咱们知道 70%有纳税义务 而B类呢 它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 那一旦收了钱 这个就是要计税的了 所以它是有百分百的纳税义务的 那咱们来分析一下 从价即征那个价是多少 首先180箱卷烟 咱卖了650万 但只有70%有纳税义务 而B类卷烟 80箱一共销售额是380万 这380万都要计税 所以销售额有了 拿它去乘上56% 算出来的是从价税 然后接着再看同量税 从量税 那180箱A类卷烟 它只有70%产生纳税义务 所以要乘上70% 这是我们的量 然后B类呢 是80箱都有纳税义务 总的箱数有了 然后再去乘上一箱多少钱呢 生产环节是一箱150 但是注意 前头你那个金额都是万元 这儿呢 同量税如果是元 那就对不上了 所以要除上1万 给它统一单位变成万元 那这样两者相加 就是咱们整体的这个A类B类卷烟销售 它应该交的消费税了 可以算到一块 但如果说A类卷烟和B类卷烟 它不是同一种类 一个是假类一个是乙类 那么你这块呢 你这个从价税部分 就要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了 因为他们的这个税率 一个是56% 一个是36% 但是在本题里边 他们都是假类 所以咱就合并一块记了啊 这样稍微的简单一点 接着再来看第二个资料 说进口一批烟丝 价款是300万 假卷烟厂另行承担 并且支付 运抵我国口岸前的运输 和保险费用8万 注意这儿进口的是烟丝 不是卷烟啊 卷烟你是复合计征 可是烟丝呢 它就是从价计征 它是30%的税率 这是消费税这块要关注 然后接着要考虑 进口环节交的一系列税 那首先你得知道 计算的顺序是吧 咱先得找关税完税价格 然后去算进口的关税 然后再去组价 然后拿组价再去算 进口环节的那个增值税 消费税是吧 这是它的一个计算过程 那先来找关税完税价格 这事儿虽然关税我们还没有讲呢 但是提前在增值税里就做过剧透了 说进口货物 它的关税完税价格 应该是倒案价格 倒案价格又叫CIF价 它主要是由三块构成 就是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款 然后再加上境外段 运到我们境内的这个运费和保险费 那你看所有这些数据 是不是都给了呀 那关税完税价格就有了 就是308 那有了关税完税价格 咱后边又给了关税税率 是10% 那是不是直接关税就有了 关税有了 接着组价 组价就是关税完税价格 加上关税加上消费税 然后用这个组价再去算增值税消费税好了 所以咱们一步一步来算 关税完税价格是300加上8 就是308 而关税是308乘上10% 那组价是关税完税价格 加上关税 然后除上一减消费税率 注意啊 咱们再次强调 烟丝是从价即征 它不是卷烟 所以没有什么从量税的参与 就是这么个组价 然后算进口增值税 用这个组价去乘上13% 算的就是进口的增值税 注意它是一个进向税的性质 将来你国内算税的时候 它是可以做进向抵扣的 凭那个海关的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来抵扣就行了 然后你去乘上30%的消费税率 算出来的就是进口的消费税 这个进口的消费税将来有什么用处啊 有的进口你交了消费税以后啊 如果这个已经交过税的烟丝 又领用去连续生产卷烟了 那是不是可以扣税啊 按照生产领用数量去扣税 对吧 比如你进口的烟丝 全部都用来生产卷烟了 那么这个你进口交的消费税 就全部都能抵掉 但是这儿呢 它并没有说啊 咱们一定要认真审题啊 认真地去看 如果它提到了 马上你要知道怎么去做 这是进口环节的一系列集税 然后接着再看第三个 说将200箱的B类卷烟 转移给下设的非独立核算门市部 门市部当月将其销售 取得销售额900万 好 200箱900万是B类卷烟 A类B类卷烟都属于甲类啊 那都适用一样的这个比例税率 好 这儿呢 它是转移给下设的非独立核算门市部的 那内部的移送 这个价核量是不作数的 这块不用计税 等到非独立核算门市部 它对外销售的时候 对外的销售价和量 才是我们的计税依据 是吧 所以这儿计税依据啊 就有了 对外销售额是900万 那900万不含税的 咱直接乘上56% 算出来从价税 然后200箱啊 一箱150元的从量税 注意换算成万元的单位 好 这就是咱们整体这个门市部销售 应该缴纳的消费税了 接着再来看第四个 说外购一批烟丝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著名价款165万 税额21.45万 当月领用外购烟丝的80% 用于继续生产卷烟 注意啊 咱们前头说 这个进口的烟丝 有没有领用去生产卷烟去啊 它没说用了 是吧 那它如果说用了 咱们知道 进口的消费税 也是能够去抵掉的 但它没用 没用就算了嘛 因为这个烟丝生产卷烟 确实是允许扣税的 但是扣税的时候 是用多少扣多少 是吧 是领用的时候 按照生产领用数量 去进行扣税的 那这外购的这批烟丝 倒是用了 用了80% 那它是可以扣消费税的 扣多少消费税呢 165万的烟丝 我用了80% 那用了这么多 那它对应的消费税是多少呢 就乘上它的消费税率 30%好了 这就是我们允许抵扣的 那个消费税的部分 然后接着再看第五个 说税务机关发现 22年3月 甲厂接受 移厂委托 加工了一批烟丝 甲厂未代收代缴消费税 以至 移厂提供的烟业的成本 是95万 甲厂收了加工费 20万 移厂尚未销售 收回的烟丝 你看这儿 有什么甲厂移厂的事了 咱们先要搞清楚 咱们是谁呀 咱们是甲厂 是吧 咱们甲厂是委托方 还是受托方啊 他说甲厂接受 移厂的委托 加工一批烟丝 也就是 以委托甲来进行加工 那乙是这个委托方 咱甲呢 是受托方 是吧 受托干活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又是 那移厂提供了原料主要材料 甲厂收了加工费 这就是真的委托加工 没错的 那这种情形下呢 咱们甲厂又不是什么 个人个体 所以他有这个 代收代缴消费税的义务 应该是向甲的这个 所在地的税务 去进行一个缴纳这个税款 那他如果说代收代缴 应该按什么代收啊 优先用的是甲的同类价 没有的话就足价 是吧 但是这他说了 甲厂没有履行这个 代收代缴义务 他有义务 但是没履行 当然要受到处罚 就是50%以上 三倍以下罚款 是吧 那就要以自己来交这个税了 以自己交税的时候 按什么交呀 那得看情况啊 如果这个收回来的消费品 已经销售的 那是按售价来交 那没有销售的 也要用足价 所以说双方啊 到底怎么去计税这事 你必须清楚 如果甲 作为售托方代收代缴 他优先用的是 售托方同类价 没有足价 而以自己交税 已经销售用售价 没有销售用足价 这个足价公式 是一模一样的 是吧 就是材料成本 加上加工费 除上一减消费值税率 注意啊 这儿咱们委托加工的是 烟丝 不是卷烟 烟丝就是从价即征 对吧 它没有什么从量税的事 一定要注意小细节 所以这儿 这个以收回来以后 自己交税的话 那也是按足价去交 就是材料成本95 加上加工费20 除上一减消费税率 30% 阻落价之后 再去乘上30% 就是我们应该 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或者说自己去交的时候 那个能足价算出来的消费税 两个足价都一样嘛 好 这样我们就把所有的资料 都处理完了 那来看一看答案 首先 它第一个考核的 还是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社交和分期收款 一定注意 是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 产生纳税义务 实际没收到 或实际收的比合同约定少 这个都不影响 咱还是按合同计税 但是如果说 咱提前开发票 那是要提前计税的 这是一个独特的规定 然后接着 就是进口的 这个烟丝的组价 非常常规 这儿呢 涉及到了一个 稍微麻烦一点的问题 就是关税完税价格 它到底包括什么 这在咱们学完 关税那一章之后 应该就更加清楚了 这儿呢 我们先知道它的基本情况 就是关税完税价格 是进口货物的倒案价 那倒案价里包括 成交价格 以及境外段的运费和保险费 然后再一步一步的进行计算 尤其是那个组价 组价公式要很熟 然后接着就是 非独立合算门市部的问题 咱们内部移送的 这个价格和数量不作数 只有它真正对外销售了 那个对外的销售额 销售量才是积税依据 接着就是 那个烟丝抵税的问题 已税烟丝连续生产卷烟 是在我们扣税范围之内的 不管你是外购的 进口的 还是委托加工收回的这个烟丝 只要它是已税的 那么它连续生产卷烟 都是可以按照生产领用数量 来扣税的 用多少扣多少 那一定要注意啊 题目告诉你用了80% 那你就只有它80%那部分的 这个税咱们是可以扣掉的 最后再去整合一下 所有的情形就好了 另外就是委托加工 到底怎么去计税 委托方怎么去计税 售托方怎么带收带缴 这个规则你都要清楚 而且那个组加工事 也是经常会扣刀的 我们要特别熟 这样我们就把消费税里的 一些典型题目介绍完了 那接着呢再对消费税 做一个整体的回顾 消费税这一章 咱们特别说了 它是小而美的一章 内容呢体量并不是非常大 但是呢分值不少 所以需要大家多花点时间 尽可能的把这块的分数呢 咱们都拿到手 少丢分是吧 这样得分效率是很高的 好那先来回顾一下 它的第一块内容 就是纳税环节 纳税环节这块呢 绝大多数消费品 是只征一道税的 那这一道税 要么是在大生产环节里 去交 要么就是在零售环节交 只有金银勃钻 手持视频 是交零售的税的 它别的环节不交税 而其他的消费品 都是大生产环节 三选一的 要么你是出厂销售的时候 在生产环节交税 要么是委托加工环节交税 要么是进口环节交税 这是只征一次税的 那如果征两道税呢 征两道税 前头的大生产环节 三选一已经征了 然后是超豪华小汽车 再多加一个零售环节的税 如果是卷烟和电子烟 那再加一个批发环节的税盒了 所以各个消费品 它们在什么环节纳税 你必须得非常熟悉才行 这是非常容易考选择题 甚至是大题的点 然后接着就是税务 税务几乎每年必考 你要知道消费品里 含什么不含什么 比如说那个高档化妆品 高档手表 什么超豪华小汽车 这个价格定位 你要记清楚 另外还有一些 不包括的你像什么电动汽车 什么大客车 大货车 是吧 还有什么高尔夫车 什么雪地车 还有什么普通护肤护发品 什么非木质一次性筷子 是吧 等等那些都不是消费品 自己去背一背 内容挺多的 好 然后接着就是税率 消费品 它采用不同的计税方式 有从价计征 从量计征和复合计征 那用到的税率 也就是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两类 你要知道不同的消费品 它用什么样的一个算税方法 尤其是我们强调的啤酒黄酒成品油 由于它是从量来计征 那么它的价对它的税额就没有直接影响了 像是包装物押金什么的 对它就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在增值税里头 他们就是用一般的包装物押金处理规则的 这点要注意两个税的比较 好 再有就是复合计征的 这个卷烟白酒 永远记住那个从量税不能落下 足价的时候分子上要加上从量税 最后算税额的时候 咱们也要加上从量税 接着重点那个计税依据来了 计税依据有价和量两块 那这个价的部分 一般情况它是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来做计税依据 当然要把增值税给剃掉 不含增值税的金额 另外就是一些代收代电的款项 它不是价外费用 这要这个给它剔除掉 另外就是包装物这块 包装物咱们强调了不同的情形 你比如说我们包装物是随同货物一起销售的 那这样的包装物肯定要寄到我们的销售额里 一块去交消费税去 还有就是包装物随同货物发出 但它不是卖掉 而是收这个租金 那这个租金也要寄到货物的销售额里 相当于是价外费用要寄税 另外就是包装物押金 这个押金的规则注意 还有一般规则有特殊规则 一般规则就是收的时候不寄税 余期或者超过一年了我们再去寄税 而特殊规则就是收的时候就寄税 余期或超一年就不用再寄了 那谁比较特殊呢 就是啤酒黄酒以外的酒类 它们的包装物是特殊的 增值税和消费税在这个基本规则上是一致的 但是有特殊情况就是啤酒黄酒成品油 那它们的这个包装物押金和它们这个寄税 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在消费税里它们是无关的 另外就是我们说这个包装物押金 它虽然说跟这个算税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会间接的影响到啤酒的甲乙类判定 因为啤酒的甲乙类判定 是每吨的出厂价3000以上还是3000以下 那每吨出厂价里头 它是含着包装物以及包装物押金的 但是不含重复使用的塑料周转箱押金 这些细致的规则呢 以前咱们也举过例子 你要真正能够理解并且记住它 接着价里头咱们还有核定价格的问题 你看增值税里没有说过这事 但是消费税里确实有价格核定的问题 咱们又特别强调了 这个卷烟和白酒它的核定范围以及核定的方法 首先像卷烟的话 它是生产环节所有排号规格的卷烟都要进行核定的 注意批发环节不合 咱合的是生产环节的这个价格 另外白酒呢 白酒它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才合 比如说我生产企业生产出来白酒 卖给销售单位 那这个价格低于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70%的 或者说我不是酒厂 我是这个让别人帮我加工了白酒 委托加工我收回来以后再去卖的 那卖给销售单位 还是这个价格低于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70% 那这时候就要喝 如果你价格卖的是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的 这个70%以上 那这个就不用喝了 所以他们核定的范围你要搞清 另外就是核定的这个方法 卷烟这块咱们是用售价来倒推的进价 也就是用批发环节的销售额 然后去乘上一减去批发毛利率 这样去倒推的 知道售价 然后去倒推进价 你的这个批发商的进价 其实就是厂家的售价嘛 拿它来作为一个这个核定的价格 而白酒呢 是拿这个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的60%来核的 销售单位的价格成60% 核定比例统一是60% 并且核出来这个价格呢 它其实是一个计税的底线 也就是最低计税价格的性质 它跟那个实际销售价格是孰高的原则 谁高用谁来计税 这是关于价这一块这个特别的规定 然后接着就是量 这个量呢比较简单 如果是正常销售这个消费品 咱就拿销售数量来作为计税依据好了 我卖了多少吨多少升 这是销量不是产量 另外如果是自产自用 是拿移送使用数量来视同销售的 所以用的是移送数量 另外如果是委托加工 咱用的是收回数量来作为计税依据 不是你发出去的这些个材料计划生产的这个数量 一定是收回来的部分 它才计税 没收回来的是不用计税的 也就是只有提货的时候才产生纳税义务 另外就是这个进口的是海关核定的进口征税数量 这是咱们的积税依据里的价格量 是整体上的一个规定算是挺重要的 接着消费税里最重要的是这个应纳税额计算的部分 这呢我们分环节做了详细介绍 这里面每一个环节都超级重要 尤其是委托加工环节 好那先来看生产环节 生产环节如果是正常厂家生产出来产品去销售 那这个呢就是正常按照价或者量啊 这些数据去计税好了 它没有什么可说的 关键咱们考核的呢是视同销售的情形 视同销售这个情形你要记清楚 就是自产消费品自用于连续生产应税产品以外的用途 这都要视同销售计税在移送的时候来记 好那如果是咱们从量来计争的 那就按照移送使用数量计税好了 那如果是价那个计税啊 跟价有关系的啊 那咱们就得找一个价 这个价呢 通常情况咱用的是自己的同类价 这是首选啊自己同类价 但如果没有同类价 那就要组价来计税了 这个组价咱们强调过啊 就是成本乘上溢价成本利润率 除上一减消费时税率 那到现在了 我希望大家是反应非常快的啊 能迅速的把这个组价公式给写出来 好吧 要达到这么一个熟练程度才行 好接着生产环节说完了哈 咱们再来看委托加工环节 这里面呢 考点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要知道啊 真假委托的判定 上来什么是真的委托加工啊 那必须是委托方提供原料主要材料 受托方加工电腐料的这样的情形 是吧 好那这是真的委托加工 然后这里边身份判定要清楚 A委托B来加工一批高档化妆品 那A是委托方 他是消费税纳税人 B呢 如果他不是个人个体 那他是消费税的这个扣缴义务人 或者叫代收代缴义务人 所以B哪怕没有去给扣缴 那这个纳税义务应该还是让A来承担的 是吧 不能免除A的这个纳税义务 A是自己去拿税的 但是B你该扣缴没有扣缴 是要受到这个处罚的 处罚力度50%以上 三倍以下罚款 你看是不是好多年曾经靠过呀 这要超级熟悉哈 另外他的继税规则 A委托B来加工 那么B他给代收代缴税款 应该优先用的是B的同类价 没有同类价去组价 而如果说B没有代收代缴 那么A要自己交税 自己交税的时候 已经卖掉了货 用售价 没有卖掉 那用组价来进行一个计算 所以组价永远是第二选择了 另外就是这个组价公式 组价公式 我们也是特别强调的 就是材料成本 加上加工费 除上易减消费率率 这里边的数据来源 你也要搞清楚 材料成本是委托方提供的原料 主要材料的实际成本 而加工费是受特方收的 这个加工和辅料的费用 是不含增值税的 这是咱们说的 这个委托加工里边 一般的计税规则 接着其实还有后续 如果B给我们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那A收回来 还要不要再交税 那要看一看有没有加价 如果没有加价 叫直接销售 是不用再计税的 但如果是加价了 那加价销售要计税 并且扣税 相当于加价那一部分 是要交税的 另外如果说 我们收回来 是B已经给我们 代收代缴的消费税的消费别 又用它连续生产 应税产品了 怎么办 这个如果在扣税范围里 咱是允许扣税的 它是用多少扣多少 如果委托加工 收回来的消费别是烟丝 你把它全部用于生产卷烟了 这个全部都用了 那么全部的 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都允许扣掉 如果只用了一半 那就这一半扣掉好了 这就是跟我们后续 以拿税款扣除 想结合的一个知识点 也要关注 这是委托加工环节 然后接着进口环节 进口环节 咱主要强调的就是 组价公式是吧 那个组价公式是 关税完税价格 加上关税 除上一减消费值税率 另外就是 咱们这儿遇到了三个组价公式 市同销售一个 委托加工一个 然后进口一个 这三个组价公式 平时呢 多去练习一下子 并且要知道 如果是复合集中的 卷烟白酒 组价公式的分子上 要去做修正 要多加上一块 从量的消费税才行 并且最后算税额的时候 也别落下那个从量税 而且呢 从量税啊 它算出来是原的单位 那如果前头那个 从价的那部分 人家是万元 那你要注意单位统一 这个呢 小细节 你也不能忽视 要不然算出来 就是四不像了啊 前面三个环节 咱说完了 那接着还有批发和零售呢 那批发环节 你要知道它的纳税人 就是卷烟电子烟的批发商 但是注意小细节 你比如卷烟 卷烟纳税人是批发商 但是批发商之间 销售是不需要纳税的 批发商向批发商 以外的人销售要纳税 而且这个卷烟的批发环节 它是复合集中的 也就是卷烟 在各个环节集中 生产一道批发一道 它都是复合集中 都是既有从价税 又有从量税 只不过卷烟在生产环节 是要分甲乙类的 而批发环节不分了 用一样的税率 另外就是电子烟 电子烟作为我们 今年教材新增的内容 大家要特别去小心 把我们讲过的内容 好好的去看一看 比如说卷烟 这个生产环节的纳税人 就是这个卷烟的生产企业 而电子烟生产环节的纳税人 他特别强调了 通常我们自己生产 自己品牌的这个电子烟 那当然自己是纳税人 那如果是代加工呢 我们帮别的工厂做代加工 帮别的这个商标持有人 做代加工 那得是商标持有人 他们去纳这个消费税去 另外还有很多的 这个计税的小细节 在这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你自己如果说到电子烟 还不太熟 那就回去复习一下 好吧 这块是今年非常容易出题的地方 然后接着我们又说了 零售环节计税 零售环节计税的 他首先有这个金银博钻首饰视频 他是只在零售集税 别的环节都不记得 再有就是超豪华小汽车 作为小汽车呢 他是交过前头生产环节的税的 在这又加了一道零售环节的税 当然这里边 除了他的这个征税的情形以外呢 还有一些细节规定要把握 比如说那个金银博钻首饰视频 到底包括什么 他要跟那个贵重首饰 珠宝玉石进行一下这个区分 是吧 其他的贵重首饰 珠宝玉石啊 跟咱们不一样 他们的纳税环节不同 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寄税依据 你像金银首饰已旧换新 包括翻新改制 他是拿实际收到的金额来寄税的 也就是差价款来寄税 并且增值税和消费税都是如此 咱就是对金银首饰 已旧换新这个业务 另眼看待 对吧 让他拿实际收到的金额来寄税 也就是差价款来寄税 而别的东西已旧换新 一律拿新商品的全部售价 去计算这个增值税和消费税 好 这是咱们金银博钻这块 另外就是那个超豪华小汽车 他的定价是不含增值税 在130万以及以上的 并且我们又强调了 他如果是厂家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 那这样的超豪华小汽车 他是要交两道税的 都有厂家来交 寄税依据就是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去乘上生产环节和零售环节 两道税去屡之和好了 好 这是咱们应纳税额计算里边的重重之重 然后接着我们又说了 以纳税款的扣除问题 这也是考试的这个一个重点啊 那在这儿他有几个考试方向 首先就是我们以税消费品 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是有扣税规定的 那到底哪些情形能扣 这个范围你必须要记住 比如说我外购小汽车 又去改装改制生产小汽车再去卖 这个让不让扣税啊 不让扣小汽车是没有扣税的 我外购了白酒又去勾兑生产白酒 让不让扣税啊 也是不行的 那如果我是这个外购进口或委托加工 收回了烟丝去生产卷烟呢 可以 高档化妆品呢 哎可以是吧 什么木质一次性筷子 哎什么这个干头干身握把生产球杆 哎这些个都是可以的 所以那个能扣不能扣 这个大方向咱一定要掌握清楚 然后接着就是这个扣税的时候 咱是按生产领用数量来扣的 也就是用多少扣多少啊 不一定你买进来的就全让你扣了啊 或者说收回来的就全让你扣了 不一定啊 要看情况看用了多少 那有时候咱们告诉你用了百分之多少 那个好算啊 那如果说他给你期出金额 还有本期新增的金额 还有期末金额呢 我们其实也可以倒挤出来少了多少 倒挤出来少了多少 就默认被生产领用掉就行了 所以这样的不同算法你也要清楚 这是我们核心的那个税额计算和扣税的问题 那接着我们又介绍了消费税里的出口政策 这个比较简单 一共有三套 又免又退 直免不退和不免不退 适用于不同的出口主体 外贸企业出口是又免又退 生产企业直免不退 其他企业 比如一般的商贸公司 就是不免不退的 那只有外贸企业能退税 退税怎么算呢 它是拿进价来作为退税依据 直接乘上消费税的税率的 并且这是争多少退多少 也就是完全退税 用的是进价不是售价 这要分清楚 接着咱们还说了征收管理的问题 里边特别关注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规定 比如委托加工 咱是提货的时候才产生纳税义务 不提货就没有纳税义务 也就相应的没有扣交义务 也就是说咱们如果是从量计征 那么委托加工 咱用的是收回数量来作为计税依据 不是你发出去的材料 计划生产的这个数量 另外纳税地点这块 特别注意委托加工里边怎么去纳 那A委托B来加工 如果说B是个人个体 那这时候呢 它没有代收代缴义务 就是A在自己的这个机构所在地的税务 来纳税好了 那如果B不是个人个体 它就应该代收代缴消费税 这个税就交到这个扣交义务人所在地好了 也就是B的这个所在地的税务账 所以这个情形咱们要分清楚 至于其他的一些小节 在最终的复习阶段 咱们就不再强调了 自己进行一下这个全面系统的整体回顾 消费税必定这么重要 咱花点时间也是非常值的 那关于这一章的内容 我们就介绍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